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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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想问了 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 坐在那些 你坐在那些和山河街里面扛倒 扛倒就拽过去 怎么 拽过去之后 拽一下 拽下去 都没人讲 拽下去 最早日之后我体悟到 跟起来那些人去说话 就对那个完了 就赶紧打120 后来那时候再打120 打110 他们说话的过程当中我就听着人说话 但看不到你 那时候不是用眼睛看你 都给这些境界的 后来就是 一直也不明白 这咋不是 不是 第一个就是 其实在整体上就告诉你 已经有这种经验了 应该是更懂得 生命的虚妄 对吧 要更懂得珍惜那个无常 更发大心 再一个就是说 你好像不是六根六成去见到的 为什么能见 那眼睛中讲了很多卢氏的故事 不是眼睛看的 也不是耳朵听的 有那个谁叫什么 是阿纳律尊者 眼睛是瞎的 对吧 眼睛瞎的 我后来就读佛的 我看着这个 无我相无言相 那个不是无我相 那个是告诉你 我们本来就有个灵芝 虽然堕在夜感上面 你还没办法达到无我了 但是那个灵芝也堕在 那个灵芝既然是不用六根 它不假六根六成 那自己那个就是生根 就是生根 所以它不是原的生根之道 但是它是灵芝 事实上我们现在 剁在现在的六情遐想里面 你还是用灵芝在看的 还是用灵芝在明白的 所以那但是我们的灵芝 都是已经裹上了叶感的那个叶皮 所以每一个人的灵芝 你会觉得特别灵敏史 已经有了叶感的色彩 所以在夜感色彩上 我们很难去体会那个灵芝 再加上再加上六根的束缚 你就觉得只是眼睛能见而已 耳朵能听而已 事实上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耳根 突然就会觉得 好像听得很遥远 你不是用真用鼻根 你突然好像闻到很遥远的香 我为什么说不用鼻根 你要是真用鼻根 不可能闻那么远 对吧 突然可以闻到很远的香 就在内眼睛上 讲过这种类似的情形 那都不是根 那都是灵芝而已 因为为什么你有灵芝 因为决心本来就在众生 的夜感中 决心的灵芝 它本来都常在 本来才常在 只是堕在众生的业力束缚上面 它就变成了灵芝了 只是灵芝了 灵就变什么 我们本来是灵芝是决心 可是你坐在灵中说灵 就是灵芝 但是你还是那个灵芝的 所以在哪里做佛事 灵前佛事 你一听到灵前佛事 是帮死人做的吗 不用帮我做的 为什么帮我做的 你帮王者做灵前佛事 也是在他的灵前 你要马上在他的灵前 再也不随他的夜感 投他以后随着那个色身 再去救济他 那时候来不及了 就在那个灵芝上 告诉他其实全体是绝 那事实上我们每天下手 也是灵前佛事 你感受最灵芝处 灵芝就是灵前佛事 对吧 我们现在要为自己 尝做灵前佛事 都是那念灵芝的 对吧 那时候我就以为是心 我那心也没有形体 没有像 其实后面所想的东西 都变成砸 就变多余 我师父刚刚已经讲了 我说你应该有两种启发 第一个是告诉你 要知道有灵芝 对吧 所以肉体是虚妄 第二个是摔下去 居然还能够听到声音 就活过来了 本来以为要死了 要赶快要体会无常 赶快出家 你那还差 还差几公分 那脸也差一点 你怎么不把那个 郑姿妹跟你一起踢 好 好 好